单词拼读速记,第106天,来了 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个原音组合,EA组合 EA组合它有很多的发音 当然这里有些规则帮助大家去拼读 这个原音组合的发音 记得这些组合它是不固定的 所以说只能帮助大家去拼读单词,记忆单词 注意规则它不是唯一的 因为这个发音变音特别多 注意,EA组合在T和N的前面 或者说处在开音节上面 它要读E,什么是开音节 比如说举个例子,看这两个单词 你看EA组合后面是不是没有其他的辅音 没有其他辅音在的时候 就没有其他辅音挡着 那么说明它就是开放的 对吧,没有人挡着它是开放的 这叫开音节 这个时候它要发E的音 如果EA组合在TH或D的前面 要读A的音,读小口AA的音 少数单词读A,读A的音 极少数单词读A 大家记住它很多单词里面就发E的音 在THD的前面就发A,就A的音 咱们来通过单词来体会一下 第一个单词EA组合,读E 因为它后面有T,对不对 读E,前面的词语是M,M,E,Me,T,Me,T 好,EA组合后面没有其他辅音 那就读E,是E,C,EA读E,T,E,T EA组合读E,前面词语是B,B,E,B 后面有N,注意N,身后没有原音 所以说N要读A,读N,B,E,N,B,N,B,N 看这个单词EA组合,后面出现了D了 对不对,按理来说咱们应该读A的 但是它不能读A,它这里就读E,RE,E,RE,D,READ 这个单词就是个特例了 那我专门把这个单词又写了一遍 是不是写除复了呢,注意没有写除复 这后面这个单词是它的过去式 它的过去的样子,过去的样子跟它现在长得一模一样 等以后大家如果学过语法的应该知道 没有学过语法的,以后你会学到 它的过去式跟它原型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过去式发音要变了 E后面有的,是吧 它要读做A,A的一样,RE,RE,D,READ 当然它后面有的的话它也可以读E,READ,还有READ 两种发音 好,咱们来看一个单词 E后面有的,所以说它要读做A和A,HEAD,HEAD,HEAD E后面有的,读做A,RE,READ,READ 再加上B,BREAD,BREAD 好,E后面出现了TH,E要读做F,F 注意后面还有一个原因,E,E,R读,R TH后面出现了E了,TH要读 z erzäh,要读她的妹妹音 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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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起来,Fetzer,Fetzer Fetzer 好,EA的组合后面有TH 所以说它要读A,前面有分音,作为I,我A,V 同样的,TH,后面有E,它要读Z dozens,Weather,weather 好,注意,EA后面出现D的话 它不一定就得读A 好吧,注意这个READ,它是个特例啊,特殊单词 好,再看几个极少数情况下读A的单词 第一个单词叶一组合读A 前面的翻译是R R A Rik Break Break 叶一组合读A 前面的翻译是R R A Rit Great Great 叶一组合读A 前面翻译是T T A Take Take 注意你不要读做stick St 还记不记得St 处于重音 对吧 咱们说St 要读成St的音 读做St A Stick Stick 好了各位 赶紧把叶一组合的方译来练习一下 记得这些翻译规则只能辅助大家去拼读这些单词 记忆单词帮助大家 但是这个翻译它是比较长多变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把它当成唯一的拼读单词的唯一的标准 只能辅助大家 好各位赶紧去把它去练习一下